好,那么台中 我们看台中啊,这个是TPBS TPBS在1月份所做的民调 林嘉隆啊,当时是47比31,赢16个百分点 那这个是TPBS的2月份 当时是31比47,没有变 还是赢16个百分点 那后来TPBS好像这个部分就没有继续做了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是苹果日报 在2月份的时候,当时是33比53 差距20个百分点 这是苹果日报 我们再看苹果日报在3月份的时候又做 28比47,差距19个百分点 那么没有4月份 5月份的时候,5月份最新的 是33比51,差大概18个百分点 其实应该是没什么变化 我们才差1%而已 对对对,所以 所以,这是刚刚我们看到的5月份 苹果的民调 林嘉隆51,胜胡志强33 但是啊,这个解读是说 差距缩小了,学运之后,蓝营回流了 诶 这是为了卖报纸吗 你是东湖大学政治市的教学,你教政治的 这样真的有差距缩小了吗 其实没有啦,其实我所了解民调就是说 林嘉隆跟胡志强的这个差距其实都很稳定 并没有因为有没有学运这个有影响 那第二个是说,最近胡志强因为被提名这个 就不是被提名了,就是说应该确定要当国民党的这个副主席 所以胡志强很为难,因为他当国民党副主席 会让在地方感受是不一样的 在台北可能会觉得说,啊,不错啊,帮他加持啊 让马英九的这个决策圈扩大 可是在地方有两种,第一种就是说 那你当副主席的话,那是不是每个礼拜都要跑台北 那地方的经营,尤其地方选举要来 第二个,很多人在讲说 那国民党是已经在帮胡志强安排后路了 啊,知道他选不上了 选不上了,要有位置去啊,对不对 各位想想看,副主席之前都谁在当,张孝岩 那张孝岩为什么当副主席 因为立委选不成嘛,对不对 还有谁,刚才讲詹春柏 因为从秘书长下来 林峰正,从秘书长下来 什么人在当副主席 就是退休的人在当副主席 讲难听一点是这样 所以地方也会觉得说 那是不是国民党已经看坏他 就先预先帮他做安排嘛 国安会也不可能啊,对不对 新政院也不可能啊,就是副主席 我觉得这个对胡志强在台中的选情 都没有拉台效果 只是用普世强来帮这个马英九加分而已 我觉得对台中选情比较大的关键 应该是那时候苏家全 后来决定不选了那一次 在党内的时候 我觉得那时候就让整个民党的气势 跟那个所谓团结度就稳定下来 我觉得那个影响是蛮大的 那国民党在,我想这等一下 世凯应该更熟了 就是县区,过去的旧台中县区 红派黑派就离心离德 我所谓在想四年以后的事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他已经不是在想这次选举 国民党的红派黑派离心离德 对,他已经不是在想这一次的市长选举了 想的是说未来市长 是四年以后有没有机会的 他想的是让胡志强输 林家长上来,下一次我就有机会 也不是说让胡志强输啦 就是说很难赢啊 对,很难赢的情况之下 哪个人在想自己的未来政治前途的规划 已经旧不合了就放弃插管了 你还越克谋 那世凯你看呢 我觉得这个民调 说学运之后蓝营回流 我觉得当然是说的比较 跟事实可能有点差距啦 因为实际上对学运在台北可能影响很大 可是在台中确实感受不到 学运对于选举上面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这个其实看不太出来啦 而且看他每次的民调 感觉是很稳定嘛 从20%到17% 中间这个区段一直在跑 其实感觉差别不大 当时我们在台中的时候 本来是想说 因为胡志强还没有被国民党正式提名 那所以他的民调或许会比较低一点 但是我们现在的观察是 他已经正式提名 也经过接近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感觉胡志强的民调还是没有起来 那我们自己在基层上面跑的时候 其实看得出来啦 那个林家龙的声势 确实是已经很旺 那胡志强这个时候 他确实他的行政资源也下去了 那他也拖着老命在跑 真的以前很少看到市长 现在乡亲都跟我讲说 以前在乡里就没有看过市长 这位看三遍 没有看过市长 现在一个月看三次这样 那他确实也拖着老命在跑 那本来蓝营的人 我相信他们也是这样评估 就是说当胡志强正式提名 然后行政资源也下去 那他本身也拖着老命下去跑 应该民调会快速的上升 可是我目前看这个民调 感觉上是没有快速上升 不过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我觉得在台中县的部分 其实民进党我们自己要注意 过去像苏嘉全在选举的时候 或者说之前的历次的选举 县区都选得比市区还好 在民进党的部分 市区感觉蓝的区块可能大一些 就像我们刚刚在提的 就是有可能眷村比较多一些 县区比较少一些 有可能这样的因素 那所以过去的台中县都选得 比台中市好民进党来讲的话 但是这一次感觉起来 我们自己在内部的民调 看起来很像市区领先蛮多的 那县区当然也是领先 只是说领先的幅度 没有市区这么的高 那另外一个变数 其实我们要看 就是说刚才徐老师在讲的 派系的部分 就是目前红黑派都要不抄下去 还没开始动 完全没有在动作 那也就是说 国民党真正在台中县区 他的能量目前是没有看出来 有在发挥 还没有在发挥 但是未来要怎么整合 我想应该还有变数 我听说 他们中央也很多人下去 开始在笑 开始在讲 那当然胡志强自己本身 也开始在跟县区的一些 重要的重量级的政治人物 也开始在接触 那目前还没有观察出 他们有在动 那你看最后 李嘉隆会员吗 我在想普遍台中的 民进党的支持者也好 还有民进党的公子也好 对这场选战其实信心是很高的 那中华民国要亡 目前看起来是信心很高 对 因为没有行政经验 有意识形态 这胡志强共 胡志强共 中章投赛的地方 我会觉得就绿营来说 那个几率应该是中大于张大于投赛 就是说我觉得那个台中的部分 就是胡志强共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就是如果他的问题都没有解决的话 我实在看不出他什么胜算的 就是比如说他跟派系之间的 他跟廖廖也那么的不好 还有说他的政绩有没有在 接下来的半年中突飞猛进 看起来不大可能 所以他就用根本的问题 没有被解决的话 明农 acaba 天前仙